我们艺人因为没有年终 最怕制作单位年终的时候 找我们艺人去扛 假设说我今天上了伟宗哥的节目 这一年上下来拿了一百多万 那公司的小制作人 一定会打电话跟我讲说 赵哥年终了 我们公司办委欢迎你来 欢迎我来干嘛就是捐钱 真的假的 真的 是这样意思吗 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肉席 你现在跟我讲真的假的 你都没有被要求 我们还现在说要去 我们现在要推掉 去就是要捐钱 两位现在有在上班吗 有 你们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物流业 物流 薛爆啦物流业 我是长龙 他是长龙 我长龙航泰 好可怕 修飞机 你们今年年终多好 1.5 40个月的那个航运都给那么多 你一样是长龙 为什么差别那么大 海运有赚钱 海运赚钱 海运已经赚钱啦 如果是你拿到那40个月 你想怎么花 我买房子 买房子 哦 我给你家买车 好棒 你今年是多少 差不多2.5个月 2.5个月 你是做什么行业 我是职业军员 这小人员差不多是这个 差不多 这个金子 很棒哦 我做活动的 做活动的 那请问你今年有年终吗 我没有 贸易行业的 今年年终有多少 嗯 因为我在那边待6个月而已 所以也只有一个月 没法业 没法业的年终有多少 多半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都是按抽成 就是工作多少 然后按抽成比例这样子 那有听过有年终的法郎吗 有 一般大部分 如果是大一点体系的法郎 大约有可能 一个月 保险 保险业务 保险业务今年年终有多少 呃年终看你自己的技巧啊 大概落在两个月到三个月 华医师 一年年终有多少 蛤 没有耶 当然是买房子啊 大哥请问你做这一行多久了 快20年了 这一行有年终奖金吗 没有 都没有 对 所有的计程车行都是没有年终的吗 没有没有 都没有 都是靠自己一单一单这样拉 对对对 那做计程车之前是做什么行业 哦 之前是在协运公司 协运公司有年终吗 大概两个月吧 得时不得时啊 日子啊过得好不好 所以现在有工作做 要抱着感恩的心 要珍惜啦 要惜福 因为其实这几年 这一两年 其实很多人都失业了 然后有很多人早闭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跟人比较 我们做好自己比较重要啦 人比人气死人 我们要懂得 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对吧 我也很值得 我也很珍惜拥有你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先不要这样子 我 我也很珍惜 不管你怎么样 我都还是陪在你身边 你要习这个福懂吗 我都是陪在你身边 他结讚 非常明确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 我 我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 你不喜欢